你一定想知道iPhone15有多香 但别急 先看看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再决定 iPhone15的变化确实很大 首先是摄像头升级 从1200万像素提升到了4800万像素 无论是拍风景还是人像 都能呈现细节满满的画质 第二是接口升级 iPhone15终于加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USB-C接口 第三是处理器升级 iPhone15搭载了全新的A16仿生芯片组 让手机性能更加强大 最后是屏幕升级 iPhone15的屏幕尺寸和分辨率 与前代机型相同 但显示效果更上一层楼 总体来说 iPhone15的使用体验真的很棒 但性价比略低一些 iPhone15的使用体验确实很棒 但价格也确实不便宜 如果你已经考虑好了预算 那么不妨在双11的时候 入手一台真香价格的iPhone15吧 iPhone15的使用体验 iPhone15的使用体验